你们这两个孩子 都给我站起来 我什么时候说 要把穿过玉玺 叫出来了 都给我起来 鹏举 你就别跟我争了 我要玉玺都是为你好 少来 我是不允许你抢走我的玉玺的 不允许 放下 鹏举 你干什么 你你在做什么呀 鹏举 聂文 怎么回事 他们两个 都管我要 穿过玉玺 聂文 你要玉玺干什么 不行 爹 奶奶 不行啊 不能把玉玺给她呀 给她的话 金方就不会嫁给我了 鹏举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金方嫁不嫁给你 跟玉玺有什么关系 我 爹 奶奶 这事跟鹏举没有关系 玉玺是我要的 奶奶 你把玉玺给我吧 你们两个 我都不会给你们的 娘 等一等 爹 聂文 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好 荒唐 居然为了一个沈静芳 就要拿走咱们傅家的运玺 爹 你也别怪弟弟 弟弟他也是一时糊涂 真是作孽呀 这为什么我们傅家的男人 就逃不过他们沈家女人的 首掌心哪 您是不是 怕他们偷走了咱们家的玉玺 所以抢先一步 先把她拿过来呀 是不是呀 亏咱们家还有这么一个 懂事的孩子 傅家还是有希望的 娘 那这件事怎么办 您喂 同居 我和奶奶商量苦劳 决定把玉玺交出去 来 聂文 跪下 傅家的玉玺交给你了 聂文 娘看不明白 还没有到分家的时候 你为什么就着急拿着玉玺呢 娘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这个玉玺只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有了它 我们母子两个人 才能在傅家保住自己的地位呀 你真的这么想 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 我说的每句话都是实话 有了它 以后就不会有外人 来欺负我们母子 也不会有人来叫我乙孩了 这样不好吗 孩子 娘知道 你是想替娘 在二娘面前出口气 对不对 一路是一路是一路是一路 你真是一路是一路 你真是一路是一路 不一路是一路是一路 梁文 现在已经拿到玉玺了 那你就要答应娘 好好地 替夫家看管这个玉玺 这可是传家之宝 一定要好好地 为夫家尽心尽力 知道吗 娘 你放心吧 孩儿一定会尽力的 有这样的思想 那是 我可是亲眼看见 千真万确的事 那这子前 逆井大西酸的 这不是都北大了吗 你放心 我早就安排好了 我知道啊 这个傅念门 对我们家靖芳是心有所属 我已经叫靖芳双管齐下 那块玉玺很快就可以拿到的 快 快 你此次都说快 这时间都拖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看你 到现在 做事情要有耐心嘛 耐心 耐心 就你有耐心 我就不知道有耐心 报告大帅 傅念门来访 是 你说这是傅家的傅念门吗 是 还真是说草草草草草就倒了 啊 好 好 你给我把那个小子请进来 来 大少爷 里面请 大帅 傅念门 傅家的大少爷 今天是什么风 把你吹灯啊 这个地方来了 我早就应该过来拜访了 但是 一时没来 我的错 行嘞 行嘞 坐下吧 坐吧 坐吧 我们也见过几次面了 行了 有什么事情 您就直说吧 我知道大帅对我们傅家的传国玉玺 非常地感兴趣啊 三番两次地到府上去拜访 目的就是为了玉玺吧 对 我想得到玉玺 那 你有想怎么样呢 大帅快人快语 真是让人心生 师父小满 我今天来拜访大帅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把傅家的传国玉玺 亲自交给大帅 什么 你要把玉玺送给恶 这个玉玺不是你傅家的传家子傲吗 是啊 玉玺对傅家是很重要 不过我更相信 大帅得了玉玺 一定能够战无不胜 一统天下 你这个小伙子很会说话吗 说吧 你想要什么东西 茶山宝地 行 尝尝 谢大帅 有了这个大将军传国玉玺 天下很快就是恶的了 你怎么就把茶山宝地给了傅念文 那你给我的传国玉玺了 行嘞 不要在这儿胡闹嘞 那我呢 你赶紧挥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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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这儿坏了你的兴致 走 好东西终于拿到了 现在茶山宝地也到手了 我就等着让你们那些人 一个一个地挑进我设的圈套 付出代价 好 封建文 舅妈 这么想能在这儿碰见你 你该不会也是从大帅府出来的吧 我跟舅妈一样 您从哪儿出来 我就从哪儿出来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舅妈是个聪明人 这些话我应该不用说第二遍 不用这样 今天的事儿 咱们就当没发生过 我没看见您 你也没看见我 怎么样 傅念文 咱们哪儿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拿那个玉玺 去换那个茶山宝地 到底是想干什么呀 嗯 等事后到了 你自然就知道了 舅妈 我还有事儿 先告辞了 窝囊废 怎么了 我这磕个瓜子儿也惹着你了 盗嘴的肥肉都给人抢了 你还磕瓜子 什么意思啊 还不是拿 慧琪妹妹的儿子 傅念文 他不仅拿到了玉玺 连李大帅那一块茶山宝地 都交给他了 什么 茶山宝地也到他手里了 他拿那个玉玺去换那块地 你看看你看看 咱们慢了一步 地没了 那 怎么会这样呢 我看那小子 这次回傅家 肯定藏着什么大阴谋 不公平 你和奶奶都不公平 凭什么把玉玺交给大哥啊 好了 现在连静方也不理我了 我 干什么 你是不是歇压呀 没看见我在这儿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彭君小少爷 我 我没注意到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注意到 没注意到 对 你们现在谁都不会注意到我 一个个眼睛里面看见他 只有赴念门 我赴彭君算个什么东西啊 爹也不疼 奶奶也不爱 现在连你们这些下人 都要欺负我 是不是 是不是 彭君小少爷 我没有那个意思 没那个意思 你想干什么 吴奶奶 出发到老祖找您 你去一趟 我知道了 对不起 彭君少爷 还不快点 彭君 彭君 干什么 别碰我 彭君 我是你大哥 大哥叫你怎么不答应呢 我没有大哥 我一看见你我都是气 咱们得好好谈谈吧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我知道你现在 肯定是我的气 但是好歹看在我 曾经为你受过伤的份上 给我个面子 咱们聊聊 好 看在你救过我的份上 我就跟你好好聊聊 就这儿了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你一定很不理解我跟奶奶要玉玺的事吧 废话 我们都是傅家的子孙 凭什么把玉玺交给你 而不是我 你觉得这公平吗 彭君 我希望你能理解 我得到玉玺 真的不是为了我自己 都是为了我娘 大娘 是啊 你从小在傅家长大 你当然体会不到 自从我跟我娘回到傅家 外面有多少风言风语的 说我跟我娘只是傅家的外人 真的假的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有 你想想 就连你娘都怀疑我们的正统性了 更何况是别人呢 我娘她一直过得苦 我只希望回到傅家之后 可不要再受别人白眼了 所以我才会想得到玉玺 用玉玺来证明我们 证明我们真的是傅家的一份词呢 什么意思 同学 拿走玉玺的事 当然跟你说是对不起 但是我跟你保证 我绝对没有跟你 争权夺利的意思 不仅如此 我还要帮你得到 你爹和奶奶的认同 帮你好好继承家业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我傅念闻在此发誓 我要是跟你傅宏去争夺家业的话 我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大哥 你呢 也别把话说得这么严重 其实我 我怎么跟你说呢 那你愿意原谅我了吗 哎呀 不是 大哥 我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对那个玉玺啊 根本就不感兴趣 主要是因为静芳 他说 如果没有那个玉玺的话 他就不会嫁给我 现在好了 玉玺到你的手上了 你说他怎么可能嫁给我吗 傻弟弟啊 大哥告诉你 对付女人是要有办法的 什么办法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成天天在静芳身边 他说东你就东 他说西你就西 你这样他当然觉得没意思了 他都觉得你没意思 他怎么会嫁给你呢 不是 那 那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想俘获静芳的心 先改变自己 那你快说呀 大哥 我怎么改变自己呢 走吧 路上大哥教你 不是 大哥 你说清楚一点嘛 放心吧 聂文大哥 你来了 傅鹏举 你还来干什么 我都说了不要嫁给你了吗 静芳 静芳 你别走我 我有话对你说 静芳 说什么都没有 走开 静芳 你还是听听 彭举跟你说什么吧 你要说什么啊 我 我 静芳 我知道 我以前可能是太无所事事了 所以你才不相信我 不敢把终身托付给我 我 哎呀 我很懊悔 但是 你相信我 相信我会努力改变自己 努力地让自己有所作为 我会让你相信 我是一个可以给你带来幸福的男人 不用了 不用了 我才不稀罕你给的什么幸福 哎哟 静芳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大哥 大哥 静芳 彭举说得这么真诚 她真的很喜欢你 可是我根本不喜欢 别说得那么绝对吧 她都已经说了 她要好好表现让你看看 相信到时候 她也会让你刮目相看的 这 大哥 今天哪 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你 如果要不是你的话 静芳肯定不会给我这次机会的 所以呢 从今天起 我决定了要跟你和爹 好好学习管理家业的事情 爹跟奶奶要是听你这么说 肯定会很高兴的 那是肯定的 彭举 娘 你怎么跟她一起回来了呀 哎呀 娘 你不知道 今天大哥呀 带我去见静芳了 而且在静芳面前 帮我说了很多好话 静芳已经决定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 大哥是真心对我好 你就放心吧 娘 哎呀 你傻呀 你怎么这么说呀 哎呦 娘 大哥呢 鼓励我 安慰我 还在静芳面前帮我说好话 我已经决定了 从今天开始 我要奋发向上 努力地改变自己 让你们看到 我傅彭举 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哎呀 彭举 他 哎呦 行了你啊 你就放心吧 大哥 我们继续谈谈价势的问题 哎呀 彭举 怎么回事啊 原书 快了 你们的仇人们 现在已经一个一个地 落到我的圈头里 报仇人们 还能比你消失了 你说 你何够帮我 亲爱的夜孩了 夜孩不会有 这么多的轨迹 这么多心境 福大哥 我好怕 我真的好害怕 有什么好怕的 我担心你再这样下去 情况会难以收拾的 我怕你玩火自焚 最后伤人伤己 我怕你 怕什么怕 有什么可担心的 福大哥心里清楚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放心吧 等我把这一切结束之后 我们离开这里 重新开始 好不好 真的可以重新开始吗 当然可以啊 只要你相信我 不要怀疑我 letting go 郝晓鲁 靖芳 表哥 表哥 你到底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你别装了 你明知道我对你有好感 还把我推向彭举 你难道不知道 我争先喜欢的人是你吗 知道又能怎么样 你是彭举的未婚妻 我不是 别闹了 你们已经定亲了 定期是我爹娘安排的 我是不得已才答应的 但现在已经不用了 我可以不用嫁给他了 就算是这样 彭举对你的心意 我很清楚 我不可能的 说到底你就是不喜欢我 是不是喜欢我们家那个丫头 丫头 你说的是小荣吗 你别再装傻了 我好几次看你和小荣 拉拉扯扯的 你喜欢的人是她对不对 小荣 虾植醋 别再胡思乱想了 我怎么可能跟她吗 真的 真的 清风 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我真的不想破坏 我跟彭举之间的兄弟关系 让我好好想想 可以吗 好 警方 张副官 现在可是李大帅眼前的红人 以后咱们还得 多多往来才是 我要是红啊 怎么能比得过大少爷呢 大少爷你看啊 你都把傅家的这个 郑国玉玺 就这么的给大帅了 您才是大帅面前 真正的红人哪 所以说 以后请大少爷多多提醒 哪里哪里 您别这么说 大帅有了玉玺 以后战事肯定是无往不胜 那天下 不都是李大帅和张副官您的 所以我得敬您哪 话虽这么说没错 但是近来战事频频 我们得有更多的军火才行啊 大帅虽然有了这个郑国玉玺 但是在筹措经费上 还就没有那么顺利 筹措经费 简单地说 不 打仗是需要钱的 不就是没钱吗 钱的事啊 我舅舅那儿 沈家不是早就空了吗 受死的落度比马大 钱的事 张副官就不用操心了 来 咱们喝酒 嗯 张副官 嗯 我听说你好像有个叔父 名字叫做张怀是不是 嗯 对 对 有这么个叔叔 但是也好久没有见到了 那你听一听说 他最近都在做些什么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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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说在什么山林里面 逃什么宝贝吧 不太清楚 也不太知道是什么宝贝 来来 这就还真不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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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他奶奶的 这死家伙 到底把东西藏哪儿了呢 整座山我都快翻遍了 居然还找不到 酒 会走路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不行 对不起 哎 的 对不起 哎 哎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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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对不起 对不起 刚刚不好意思撞到你了 我真是对不起 小子 我问你 你跟老袁是什么关系 老袁 老袁是我姨父啊 那你肯定知道 他把那些股票藏哪儿了 对不对 什么股票啊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刚刚我还明明看到 你拿的股票呢 那就是老袁的股票 我想要的东西 你说不说 我说我打你 我打死你 别打 别打 别打了 说 说 说 快 股票什么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知道 袁叔他经常在山上的 紫花树底下 山顶紫花树 这老东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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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怎么伤成这样 我被张怀给打了 张怀 这老东西凭什么找你麻烦 我也不知道 他就问我 我跟袁永兴是什么关系 还问我 问我袁叔平时都爱去哪儿 他还说 他说什么股票的事 那你怎么说的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告诉他 袁叔经常爱去山顶上的 紫花树哪儿 估计张怀这会儿也去了 那老小子 想识毒使 是 眼门啊 你放心 舅舅一定会给你讨回公道的 走 是 舅舅 来 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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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王万终于被我挖到了 我发财了 张怀 你怎么来了 你这个老王八蛋 明明知道顾河要在那儿 你还不告诉我 想是毒使 来 把箱子抬回去 不行不行 这小子说什么也是我朝到的吧 你凭什么说拿走就拿走 咱们好歹也得五五分成吧 五五分成 呸 想得倒霉 那个野人是我处理掉的吧 所以这股票理所当然是我的 来 拿走 不行 怎么说没我 你也拿不到这些股票吧 我非得拿到好处不可 我给你的好处 我给你的好处 我给你打 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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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利语寻仙的小人 我杀 你 给我打 你打死他 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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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 你打 你打 我杀 你打 我杀 你老婆活蛋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箱子拿过来 好 这下我可就要发财了 快 拿过来 老爷 拿过来 我就要发财了 快打开 这个老婆活蛋 弄上石头也能跟我拼命 敢骗我 撕裂活干 我 你 老爷 你看这人怎么办 也不是第一次了 把尸体处理干净了 别落痕迹 过来 走嘞 走 什么 你杀了张怀 老婆 我这也是一时失手 我以为那个张怀找到股票了呢 没想到就是一箱破石头 这不白白地送了一条人命 那这死了也没办法了 那尸体处理得怎么样 哎 老婆 这你放心 咱也不是干一次两次了 早就经验老道了 我处理的那是干干净净 干净就好 干净就好 以免日后麻烦 其实张怀这个人死不足惜 就可惜呀 没找到那些股票 我白费了一条人命 就是 你死也得死得值得点啊 但是我 我终于借沈岸生的手 杀了张怀 可是为什么 我一点痛快的感觉都没有 当我看到他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的时候 我觉得我好像做错了 杀有善保 恶有恶保 我只不过让一个该死的人 得到他应该有的下场 你说的是对的 我做得没错吧 你告诉我 没说 你问说什么 贝 大哥 你为什么我有担心的 周小龙 你怎么来了 你来干什么 贝大哥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别喝了 你让我多喝一点吧 我累啊 这个世界上 谁活着不累啊 笑容 你到底是来说什么的呀 我是来找以前那个野孩的 你看看 你看看这里 这里是我们俩 从小一块长大的地方 那时候的你我 无忧无虑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累 也不知道什么叫 是啊 是啊 那个时候我们太天真了 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么多的坏人 所以 张怀也是你口中的那个坏人了 我听说张怀死了 傅大哥 傅大哥 张怀的死和你没有关系吧 傅大哥 你停手吧 你不能再这么一错再错下去了 我没错 我替袁淑报仇 为天下除害 我有什么错呀 你错了 不管是谁 这都是人命关天呀 小蓉 袁淑死得不明不白的 这件事在你心里头 你真的不动于衷吗 我知道 袁淑死得很冤枉 可是 总有一些办法 能让那些坏人绳之以法的 我等我起了 袁淑的仇 我亲自去报 怎么样 蝉老板 还行 您刚才喝的是乌龙茶 对 可是我们这季的铺儿也是不错的 您要不要尝一尝 哦 这样啊 既然你都说到这儿了 那我就尝尝 不好意思啊 蝉老板 凯淑 我帮你吧 谢谢啊 年纪大啊 没事没事 身体不行了 你看少爷 越来越有当家的样了 你看这鹏菊 变得这么懂事 都是念文的功劳 你就别再怀疑念文 回来有什么不轨的企图了 虽然彭举念文 在个性能力都不同 但都是我的儿子 我自有分寸 我会力求公正 公正 可玉玺都让他拿走了 你听我说 这玉玺只是一个象征 咱们傅家的兴隆 靠的不是玉玺 是要靠他们两兄弟 通力合作 既然彭举 都能放下心中的成见 你是不是 也可以接受这一切 只要彭举能心甘情愿地接受 我这个做娘的 还有什么可说的 爹 娘 查行的事呢 我看忙得差不多了 这样大哥刚才约我呢 要到制察室去学制察 爹 您要不要一起去 去 当然去 不觉啊 你变得这么懂事 爹感到很欣慰 爹 我也真的很高兴 你好像是 第一次这么夸我 是吗 那以后就让爹 天天夸你 娘 那我们走了 慢点儿啊 嗯 嗯 俊风 你看看我 我变了 我真的变了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 你哪点变了呢 我说的是真的 大家现在都说我很好 已经有了当家的样子了 关我什么事情啊 无聊 我警告你啊 没事别来烦我 哎哎哎哎 警方 我发誓可以照顾你的 警方 哎呀 警方 哎 小子 没什么事啊 回家去吧 你别老缠着我们家 警方行不行啊 舅舅舅妈 可是我已经跟警方订婚了 订婚又怎么样 订婚又不是结婚 看你这个样子 这门婚事我得考虑考虑 舅舅舅妈 你们想让我变成什么样子 你们告诉我吗 我可以改 我真的可以改的 甭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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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把少爷送回家去 不 我要见警方 我要见警方 舅舅舅妈 走 我要见警方 我要见警方 快点儿 走 这傅光举步行 有一个人倒行 谁啊 复念文